这个影片我们要介绍单基因遗传 我们在基因跟染色体的影片中呢 我们已经提过基因 在莫德尔的时候他是不知道基因跟染色体的 但是后来的生物学家呢 他们已经发现其实基因就是染色体上面的一个片段 那生物的性状呢就是由基因来控制的 那我们说有些性状它的表现只受到单一对基因的控制 这样子的这个遗传方式我们就称为单基因遗传 那如果有些性状呢 它的表现是由很多对基因一起控制的 我们就称为多基因遗传 那单基因遗传呢在人类来说 譬如说我们能不能卷舌 我们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那我们有没有美人间 还有我们的血型是A型B型O型的哪一种 这些呢都是单基因遗传 那多基因遗传呢它比较特别 像是人的身高还有肤色是属于多基因遗传 在这个影片我们要先针对这个单基因遗传来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性状 在这些照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提到的人类的一些性状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这是上眼颈有没有皱褶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双眼皮或是单眼皮 那在这个照片里面左边 它的这个眼颈是有皱褶的 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双眼皮 它是显性 那右边这张照片 那它的这个眼睛上眼界没有皱褶 我们是一般称之为单眼皮 那单眼皮呢它表现出来的是隐性 中间这个呢是有没有美人肩 什么是美人肩 美人肩我们这边把它强调出来 就是你的额头跟你的发线之间 它如果有一个往下垂下来一个尖尖的 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美人肩 那像右边这张照片呢 它的发线和额头的分级 这个地方是整个是平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美人肩 那有美人肩 基本上它表现出来的是显性 没有美人肩呢 就是隐性 再来如果我们的舌头 能够像照片中 这个同学它这样卷起来 我们称之为卷舌 它是显性 如果不能卷舌呢 就是隐性 人类的很多很多的性状呢 都是由单一对的基因所控制的 我们称之为单基因遗传 那么单基因遗传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呢 就用这个有没有美人肩来做例子 我们说人类的染色体上呢 有一对控制有没有美人肩的 这个等位基因 那有美人肩是显性 那没有美人肩呢 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隐性 好 那有美人肩既然是显性 如果我们现在呢 尝试用基因符号 去把它表示出来的话 那假设我们以 有美人肩是 显性是大A 没有美人肩呢 是小A这个基因来控制 所以有美人肩是显性 那么有美人肩的人 他的这个形状的这个基因组合 就应该是大A大A 大A大A表现出来的是显性 或者呢 在孟德尔这个玩豆的这个性状的实验里面 遗传实验里面 孟德尔他发现 这个一对因子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 当他们有显性跟隐性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他呢 只会表现显性的性状 所以对显性 有美人肩来说 他的基因组合可能是大A大A 或大A小A 那没有美人肩呢 是隐性 所以隐性的个体 那他的基因组合 应该很单纯 就只有小A小A一种 所以我们说 有没有美人肩 如果我们用大A小A 来代表去控制美人肩的基因 那么有美人肩的人 是显性 他可以是大A大A或大A小A 没有美人肩的人呢 是隐性 那他的基因呢 应该就是小A小A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关于美人肩的 这个遗传的题目 我们说 小明 他的爸爸 没有美人肩 那小明的妈妈呢 有美人肩 然后他再给了一个线索 那小明的姐姐 是没有美人肩的 好 那我们先来想想看 就刚刚说的 如果呢 这个 是一对 同源染色体 那我们的等位基因 位在同源染色体上 假设这个控制 有没有美人肩的基因呢 他刚好位在 这对染色体上面 那我们来想一想 那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小明的爸爸 爸爸 这个是男生的符号 爸爸没有美人肩 我们刚刚说 没有美人肩是隐性 对不对 所以小明的爸爸 他的基因组合 就应该是小A小A 那小明的妈妈呢 他有美人肩 好 那妈妈有美人肩 我们先把它写在旁边 有美人肩是显性 所以妈妈的基因组合 有可能是大A大A 也有可能是大A小A 所以他就有两种可能 那我们说大A大A是第一种 大A小A呢 是第二种 那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 好 妈妈是大A大A 大A大A 那大A小A的基因 是位在一对同原染色体上 那他们爸爸跟妈妈 如果要有性生殖 爸爸必须要产生精子 那妈妈呢 必须要产生卵细胞 精卵细胞呢 他们是根据 清淡细胞结束分裂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爸爸 爸爸他如果精组合 是大A大A 那么他产生的精子 是不是就只能够有 其中一个 所以爸爸呢 他产生的精子 就只会有小A一个 那如果是妈妈 妈妈如果是大A大A 那他产生的卵呢 减速分裂之后 那他只能够得到 成对染色体中的 其中一条 相对的等位精英里面 也只能得到其中一个 那既然两个都是大A大A 所以妈妈那么的卵呢 就一定是大A 那么这个 精卵受精之后 他们得到的下一代 受精卵 就一定是大A小A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题目 可是我们说小明的姐姐 她没有美人间 没有美人间是隐性 那如果妈妈是大A大A的组合 那他们生出来的 这个小孩一定都是大A小A 都是有美人间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妈妈呢 她应该不可能是大A大A的组合 所以这个可能性呢 就被我们删除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如果妈妈是大A小A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换一个颜色 如果今天爸爸是小A小A 那妈妈呢 是大A小A 一样 那爸爸她产生的精子 仍然只有一种 就是小A 但是对妈妈来说呢 好我们看这个大A小A 她在同样染色体上 结束分裂的时候 同样染色体会分开 对不对 那我们的子细胞 只会得到 成对染色体中的 其中一条 所以这个妈妈 她产生的这个卵细胞 她就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得到的是大A 或者她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呢 得到的是小A 所以那精卵受精 所以呢 这个子带 她的下一代F1 就有可能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是大A小A 或者她呢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是小A小A 这样子 小A小A 她是没有美人间的 这样子 跟这个小明的姐姐 没有美人间 这样子就有可能会发生 也就是说 当妈妈是大A小A 爸爸是小A小A的时候 她们的确可能生出 有美人间的小孩 或者是 没有美人间的小孩 所以我们根据 小明的姐姐 没有美人间 倒推回来判断 我们知道 妈妈的基因组合 应该是大A小A 那接下来她问的是 那请问小明 有美人间的机率是多少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所以现在 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 是小明自己 那我们从上面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小明的爸爸妈妈 他们每次生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 有美人间的机会 是二分之一 没有美人间的机会 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小明 她有美人间的机会 她如果有美人间 那她的机会 就是二分之一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另外再提到 就是如果你对于 好我们这样子 把这个基因 等位基因在 同源染色体上 然后我们去判断 什么样的基因组合 它产生的精子跟卵 可能得到的 这个基因是大A 还是小A 这样子你没有办法 很快的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就是棋盘方格的方式来讲 好 如果你要把它 用棋盘方格来看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爸爸 爸爸我们说 她是小A小A 没有问题 所以她产生 小A小A的配子 那妈妈 我们刚知道 她已经是大A小A了 所以她产生 大A小A两种配子 所以她们的子带组合 就会有大A小A 大A小A 那这个是 小A小A 小A小A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她的子带里面 搭A小A 是有美人间的 小A小A 是没有的 那她们占的机会 四个里面 有的 是不是占了二分之一 没有的 也占了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直接这样子判断 那你把棋盘方格画出来 一样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 小明 有美人间的机会 就是二分之一 我现在就会有点免费的 我现在就会有点免费的